哈喽大家好,我是阿伟 最近有朋友问一直在关心 为什么现在二手机的行情还是那么稳定 不是说每年的清零后他就会掉价吗 然后我现在也是 走访一下市场 那么现在目前在这边 有很多 柜台 都没有来货 很多柜台都是没货的 你们看很多柜台都没来货的 有来也是来的不是很多 都没有货 那么在没有货的情况下那个 行情还是稍微 比较稳定一点 大家给大家看一下 好多柜台都是没来货的 那么根据以上这些情况 柜台没来货 那我们行情就会稍微稳定一点 那为什么要货才没来货呢 那据我们调查 据我们调查 主要是物流的问题 因为 国外的物流 没办法 进到这边来 所以在市场 机子就比较少 然后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 有可能是有一些人 暂时 不来货 可能是怕 他清零货后 会有一波调价 那么到底 调多少呢 这个也不清楚 就要看一下 如果市场的一个 行情 都是要根据 市场有没有货 如果没货的情况下 那么 那行情就会稳定 如果货来 大货了 如果来大货了那就不一样 来大货了那个市场会有一波 调价 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好多会台都是 没有来很多货 这个是市场的一个行情 那么现在 现在 还是不会掉价 目前 这几天看起来还是 蛮稳定的 那么过几天又不知道 怎么样了 我们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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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